前副总统吕秀莲联合报器资料照片记者陈秋云摄影分享 前副总统吕秀莲今天说开罗宣言是一个新闻稿不是一个国际公约没有法律拘束力 国民党与共产党一直咬住开罗宣言是因为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说台湾是中国的 前总统马英九上午出席国民党举行抗战胜利继台湾光复72周年纪念大会时 他至此表示吕秀莲最近曾说开罗宣言不是条约 其实开罗宣言是不折不扣的条约有约束力且国际社会都承认 如果还有人说开罗宣言不是条约太外行 吕秀莲今天出席在中山堂举办的转型正义 72年前的今天座谈会 吕秀莲说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在开罗会议发表开罗宣言 但三个人都没有签字是各怀鬼台各自表述各自在重庆 美国、伦敦发表字体都不一样 没有日期、没有地点、也没有任何人签名 吕秀莲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一直咬住开罗宣言 是因为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说台湾是中国的 吕秀莲说1895年马关条约 被永久割让给日本 1945年日本战贷投降 然后1951年旧金山合约才签订 从1945年到1951年这中间有个很大的变化就是韩战 韩战因其美国改变基本国策宣布台湾法 绿地位未定保护台湾海峡 然后直到周金山合约签订隔年台北合约才正式讨论台湾与中国的关系 吕秀莲强调开罗宣言是一个新闻稿 不是一个国际公约 开罗宣言只是新闻稿 它没有法律拘束力 这点非常重要 必须要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听进去 吕秀莲认为北京当局曾拥有台湾的主权 逻辑是他推翻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中华民国所有的统统都要继承 但是北京推翻中华民国是1949年10月1日 那个时候台湾的法律地位未定 而旧金山合约是在1951年以后的事 旧金山合约生效是在1952年 1949年怎么能够继承当时国民党没有的东西呢 初级座谈会的中央研究院 法律学研究所研究员 廖福特受访指出 所谓的条约需要有一些准据 它必须是国与国之间 必须要以国际法为准据的国际书面文件 才能作为条约 廖福特说宣言绝大部分都不是条约 它只是一个过渡型的国际文件 日本没有参与开罗宣言 因此日本不是这个国际文件的主体 如果开罗宣言已经决定了台湾澎湖的领土主权的话 就不会有1952年的旧金山合约 否则日本如何能在旧金山合约时 还可以去抛弃台湾澎湖的领土主权呢 这就表示说1952年之前 其实是没 有人取得台湾澎湖的领土主权 还有还生 sins sins sin 甚至北 ts呢 往世 或稍微 cataloglic 如